在我们的云端的第几页 第四页这边都有 然后其实底色这应该都不困难 我想这个讲过了 回圈、逻辑跟底色 这都有讲过 只是说要把程式把它整个搭配起来 来变成你工作上要用的 其实大概就是这样 我其实觉得应该会 比较有问题应该是同一列的A栏 有没有,就大概这样的叙述 因为我尚未没有加注解 所以如果我是建议 假设你有些地方不懂 我是建议你可以自己加 你比较能够理解的注解 因为你即便现在能够了解 未来你不见得看到程式还能够了解 慢慢熟悉它之后 慢慢我想你工作 也可以套这样的方式来用 前七名的话是多什么 多这个k,k等于2,预设值 所以如果你的初始值是2 那就k等于2 那每一个就加一个 就k等于k加1 这样就ok了 那如果说你按照排名顺序列出的话 那这个也是同学问的 同学马上就说老师 这个地方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想想看 可不可以就是说呢 我希望列出来的是按照 先找第一名 第一名在这里 先列出34 再列出第二名21 依此类推 ok 所以怎么样按照排名顺序 所以如果你的逻辑变更的话 那势必你这个地方就不应该是小于等于7 而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等于某个变数 那变数名称要叫什么 也许我叫J ok 反正就取个名称 那这个J的值怎么样 它应该会是在哪个范围变动呢 就是第一次是出现1 第二次出现2 一直出现到7为止 那我们应该把它放哪里 特别注意 接下来的话 小于等于7把它改成J 第二个的话 请你把1到7 因为如果说这样 假设你要写这个程式的话 几个写法 第一个就是说 你可以把它写在哪里 应该是这个写1 如果是第一次 1 它就会先找到1 然后放到哪里 等一下我先把它清除 如果这个地方先清掉内容 如果我现在执行的话 它应该是34 出来了 再来第二名 你想说第二名 那是不是可以的 比较笨的方法 你还是可以写得出来 怎么样 把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2 直接看看 有了 有了 然后呢 再复制 贴上 怎么样 改成3 再值7 28 他想说 一直贴 反正7名就贴7次就好了 这样可不可以 其实最后结果也是对的 只是说真的 我真的有看过人家这样写成4 我看了都傻眼了 最后也是对的 但问题 1 7 这个不是全部都一样 全部都一样 只有这个地方不一样 怎么办 只是因为他可能功力还不到到底 其实很简单 我做一次给各位看 1 请你把这边改成追 假设有一个追 第二的话呢 请你在 4回圈外面包一个 追回圈 所以在k下面 enter一下 然后打一个for 追 等于你要的范围1到7变化 enter两下 1到7 然后打一个next 接下来的话 因为我这个数字变动 然后要塞给他 对不对 所以记得把这个回圈塞到里面去 他就会怎么样 1到7就是会 当你跑完一次 然后换一个数字 所以特别注意 我们把1到7做完之后 再把这个for net 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个回圈里面 因为这个是属于里面的回圈 所以记得按一个tape 让他下一阶 ok 这样的话我看一下 应该理论上应该是大功告成 就是什么 当我第一次跑丢给一个追 然后他第一次就是 就是去找什么 找1 找完之后呢 他就放34了 再来next 他就换下一个 下一个追就变成2 2的话就把2塞到这边来 然后做一样的事情 那就3 4 5 6 7 最后完成了 我看应该有这么简 是这样吗 实行看看好了 就知道了 我原来想法是这样 但有时候程式 刚写完 也不见得一次都对了 所以怎么办呢 反正没关 就是且战且走 ok 所以有时候写写看 然后先乱乱看 我不管了 反正错 然后修正 好 执行一下 前7名 这个应该逻辑ok 执行 没错 这个是第一名 第二名 最后一名应该是7 7的话是12 没错 ok 所以基本上 我再倒带一下 基本上 主要就是1 把小于等于7 改成J 第二个的话 就是在外面包一个什么 forJ等于1到7 然后Next 把原来的回圈放在里面就好了 这样就ok了 不过这难度 当然相对的又向上一个层级 因为刚好同学问到 所以我就顺便讲 不过如果你暂时还是无法理解 你可以先留着 然后回去再慢慢揣摩一下 ok 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后面剩下一点时间 我们可能就是再延伸 因为这个乐透彩只有两年 感觉好像不太过瘾 我们现在想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历年来的所有大乐透 号码全部下载下来分析 1到49 因为那个大乐透片1到49 1到49 哪一个号码的出现几率最高 帮我把前7名排序 ok 那我们如果知道的话 下课就有可以参考 如果经过投注站的话 不妨就可以买买看 会不会就是下一期的 没有啊 这只开玩笑了 ok 那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我在云端上面 有一个大乐透历史资料下载 这个有点像网路爬虫 爬什么呢 你打开之后 这边就有一个网站叫乐透云 这个网站还蛮蛮不错的 他就帮我把帮我们把什么 有没有 这个是最新的 3月24号 最近一期的 开出来 有没有 6个号码 加一个特别号 然后7个号码 规则一定是1到49号 ok 然后一直往下一直往下 这是第一 第一个page 有没有 第一个page page等于1 有没有 然后呢 这个是第二页 所以你按下2的话 page等于2 然后呢 他总共有几个page呢 总共会有59个page 也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for i 等于1到58 对不对 然后把这个词丢到这边来 就可以把他这个网站里面 所有的页面资料 全部下载到Excel ok 所以这地方要怎么做 当然 你如果没有好的方法 你只能复制贴 复制贴 复制贴 要复制58 然后每一次有新的 你要复制贴 很浪费时间 所以未来如果说网路上 已经有人提供给你资料 但是你要取得他的话 要怎么做 第一个 请你先找到第一个page 因为底下写了一大堆 什么资讯 算了 这不是重点 1 请你怎么样 先切到第一个page 复制他 在Excel里面 如何下载所有资料 你可以在资料里面有个叫从web 筛选这个功能 资料 这旁边从web 我们其实可以把刚刚的网址复制一下 贴到这边来 倒 这个好像之前我有秀 这边按4 这个java是不是错 不管它 然后你只要把你要的页面的表格 因为他下载只能下载表格 左上角这个地方打购一下 贿赂到A1 他就帮你贿赂了 OK 不过当然还有格式问题要整理 这个不管 这个可以把它删掉之类的 然后 1到 所以第一页已经下载了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做录制聚集 然后把它做修改 就可以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刚刚的部分先完成 然后待会的话 我们是希望可以 把画面先换个地方 可以下载所有的大乐透资料 并且可以怎么样 帮我做一个统计分析 知道说历年来哪个号码 它的中奖几率最高 前七个号码 好